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尚本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尚本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梯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尚本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參加太多鐵欄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送來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現在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讓大家看見 大家好我是環宇順本Kelvin 大家好我是環宇順本安仔 之前我們有拍開放式 拍高的台 很多觀眾朋友 叫我們多拍開放式的單位 價錢更順 今天安仔又收到房源 現在我們是一期的水冷天 這邊的開放式面積會比較大比較舒適 是五十七方 六百尺左右 我們馬上上去看看這個單位 看看大家喜歡不喜歡 我們馬上看看 好 就是這一套 馬上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大約五十七方的會形 五十七方的開放式 一個簡單的鎖匙扣的大門鎖 沒有指紋的 這邊早期都沒有指紋的 很清楚 而且右手邊這個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一個大清廚 正常 因為一般這些開放式都是門口 不是左邊就是右邊 這個收位會比較大 但是儲物棍我看到有點舊 這裡比較脫落一點 因為它存在一個扭鈴問題 我們看看 裡面的空間也是OK的 整理它基本上都可以用 因為它的空間是充足的 而且這裡預留了一個洗機位 或者是一個冰櫃位 因為之前我拍開放式也有說過 這個其實它就是傳統的酒店的這個模式 就是去這個位置置放這個洗機 你這樣說的話 這個是走用這種酒店式的設計 是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衛生間 我先來現現 好 其實這個 這個衛生間給我們看開放式的衛生間 都是會大很多 因為畢竟它是57方 沒錯 這個林浴區 這個空間很充足 林浴區 這個洗手盆位置是很大的 這邊是座廁的位置 這邊是座廁的位置 這個空間是OK的 我們再看看側面 這邊側面 我留意到這裡 它應該是以前做了這個 應該是會打到一塊板 即是它想隔掉下去 隔開了 休息機和休息區 因為你看它兩邊這些塑膠都是OK的 是完整的 都不用側膏 就是唯獨這裡 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塊擋板 可能這個業主住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可能租出去 我看現在這個格式 就有點像酒店 是 我們平時租的房間 租一個號 單人房 可能就是這種格式 有這個休閒區 有這個大廠 是 然後酒店那邊 如果設計 相當於五張大廠房 沒錯 這裡如果要隔開 可能這裡可以剩一塊板 如果不用隔開 可能這裡就要擋一擋 是 這個位置又是 這個位置剛剛 我轉眼看到 是 留意到牆壁有脫落 是 這個位置是貼住衛生間 加上這邊 海邊 然後是南方 有回南天氣 這邊也有十年的流淋 有這個脫落 都是要擋一擋 所以到時候觀眾朋友們 買來的話 就需要去翻身一下 沒錯 兩三千元 都差不多 兩三千元 可以擋一擋 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衣櫃也可以 放電視也可以 其實這兩個空間可以互調 其實都很充足 這個開間很闊 是的 這個開間很闊 為什麼說呢 如果是我 可能你做 花個千多兩千元 好像剛才我說的 放個甲板 做個擋板 這樣 這裡就是 這個私人區 休息區 擋住了 比較有 人私 這邊就是客廳區 如果有朋友來到 就可以去這邊坐坐 上下茶 聊天 這邊就是 睡覺 平時 放在外面 人私區 這裡有個甲板擋住 就會比較舒服 如果甲板做的話 就花不了多少錢 如果做窗簾 就是更加 更加 最簡單的就是 整個窗簾 拉起來 比較簡單 但是沒有那麼美觀 這個沙發 電器方面都是傳送的 全屋傳送的 其實這個都可以用 如果大家留意這個 有喜歡這套樓 其實這個傢俬也是可以用的 都不會很配合 都很新鮮 這個空調也是送的 這個空調也是送的 這個空調是美的 這個大概 如果你自己去買 可以上網收的 大概都要差不多三千元左右 這個可以用 省下空調錢 冰箱 冰箱這些是小件 這些便宜的 這個應該一千元左右 現在上網買了 現在電器夠便宜 加速消費的話 可能800元都有 因為現在比較多 這個國產貨 便宜了很多 這個冰箱都是 這個單人的 用了一小冰箱 都是六七百元左右 是 看一下這個樓桌 樓桌這裡開間都幾闊 都有 OK 是 這個開間就好像 我們正常的 這個兩房三房開間 這個樓桌更大 畢竟這裡其實都不小 五十七方 成六百尺 六百尺 其實這個洗衣機 如果是我 我不會要的 建議可以換個新的 因為現在 因為你洗的都是 衣服鐵心的東西 沒錯 鐵心的東西 不知道 上一任業主 或者之前是租的 它是曬過什麼 如果你去做個清潔 去內部清潔 即是滾桶 拆出來洗 你都要花百多兩百元 如果一般這種開放職 都是單人住 或者兩夫妻住 買個六百元左右 洗機都可以 夠用的了 這裏是什麼朝向 這個朝向 剛才看了我看是東向 東向 樓下就是望花園 左邊有一個大泳池 右邊可以看這個海景 是 看這個海景 這裏大概都看到差不多 都看完了 這個位置是一期的 水冷天 這個樓層是十四樓 其實這個十四樓 有些聽上去有人不喜歡 如果我們去拍新樓盤 大家都知道 十四樓一般會做便宜價房 或者會比正常的十三樓 十五樓都會便宜 這個什麼價錢 這個價錢是一口價 21萬 正常來說我們屬於中高樓層 是去到二十三萬到二十四萬 所以這裏是屬於十四樓 所以價錢方面會低了少少 低了少少 是 21萬 自己要收一收 花個五千元左右 去收一收 加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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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套房都二十三萬左右可以搞定 是 二十三萬全部 全部二十三萬搞定 這裏是二樓兩萬 給你百分手足 稅錢 還有擲一擲的錢 擲博戶和稅錢 沒錯 這裏還有另外一套 是 還有另外一套 因為那些業主是在住的 兩夫妻現在在裡面住 剛好我們去找他聊天 拍攝就不方便拍攝了 即是他有些私人物品 是 因為他說可以讓我們拍攝 但是他有很多衣物或私人物品 我們就費時拍攝了 我們就會用這個影片的方式放給大家 大家先看影片 好大家都看完那一套 其實那一套都是同一個花園的 同一個小區 都是水蘭天這裏 他的樓層就會比較帥 十九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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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面積 真的比剛才我們看到 就高了五層 沒錯 沒錯 那一套 那一套 基本上不需要怎樣擲 因為他現在是已經住 非常乾淨 因為他說是下個月 下個月就會回香港那邊 不會去那邊居住 聽說他就說要回香港幫他的子女去照顧他那個 是的 這些是他私人物品 反正他就說到時都不會去那邊居住 所以想著就快點放出去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他價錢問題 是的 他那一套樓層比這套帥 但是他居然價錢比這套更低 他那一套只需要二十萬 比剛才拍這個十四樓便宜了一萬元 是的 比這套便宜一萬元 而且樓層會更漂亮 十九樓 那一套都是東南響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們 拿詳細的資料加我們WhatsApp 沒錯 那這裏水冷天 都是同樣水冷天的小區 那這裏是一期 在靠近暗闊市場最大的室市場 那這邊還有 如果需要乘坐溝通的 就可以去到一期溝通中心 一期溝通中心 從這邊水冷天走過去大概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差不多 十分鐘左右走過去 還有如果去到這個三寶 可以去到這個鳳凰酒店 吳青甲碧桂園 後面有沙灘 有打卡地 很多結婚都是去那裏拍照的 這個位置我覺得都OK 但是這個樓齡就夠了一點 畢竟這個水冷天是比較早的 一期比較早開發的 這個樓齡大概到現在都應該有十一二年 差不多有 十一二年的樓齡 如果有對這種 禁送的單位有興趣的 或者想實際考察的 可以即時打我們電話 過來 因為我們環月送盤 都是有鑽車接送的 免費替樓的 如果有興趣的 隨時聯繫我們 我們這期 主要都是介紹這兩套單位 價錢都是二十萬左右 而且戶型這個方數是一樣的 而且這個戶型這個方數 比其他開放式是會大的 因為早期的這個開放式 都是做到五十幾方 六百尺左右 這期介紹到這裏 下期有更加順利 再想和大家見面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